这次我也去了唐从容牧师的教会去参观,我到印尼的时候,这个很大的一个教堂,当我们去的时候,我们发现这个教会很难进去的,这个是不开的,一二三四五六都不开,就礼拜天开一天,当然帮务时日开的,我们想参观这个教堂,我们联络了,打电话,后来唐牧师不在,礼拜四回来,那么其他的牧师也不在, 后来有一个行政的,一个行政的一个领袖来带我们去参观了的教堂,非常的大,美轮美奂的教堂,大堂能坐四千五百人,那是唐牧师设计的,这个电梯都是像萧宾三的那种电梯,不是这种上架的,是这样上来的,跟飞机场的电梯差不多的,那个真的是不得了,那教堂建的非常的漂亮,而不仅如此,还有一个副堂能坐两千五百人, 还有一个音乐厅,那个音乐厅是达到了世界级的音乐水平的音乐厅,能坐一千二百人,而音乐厅旁边全是那些,莫扎特呀,贝多芬啊,什么这些人的雕像,雕像, 这个,这个,这个,我说这都是偶像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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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把他们做出雕像,我觉得不太好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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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觉得这个很好,我觉得,因为,我们不要把他们当做崇拜的偶像,那你放张照片就可以了嘛,对不对,我觉得可以的, 当然,中间很多的古董,那个古董都是,有这个,有这个,战果石的边宗,有唐朝的大盘子,有明末的,清代的,大的,如果是真的话,我卖一个,咱们教堂就建立下来了,据说,这只占唐牧师的,这个,收藏的百分之二十, 当然不会让进的,那必须有保安的,拿个,那你没有保安人把大盘子抱走了,那么就完了嘛,对不对,所以去了我有很多的感想,我觉得,不说了,感谢主,哈利路亚